记得开启CC字幕体验完整干话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3D 别忘记订阅3D下方点个赞 动画解说 肌肉魔法史第三集 马修真是太狠了 都不会魔法就想成为神觉者 这个学校就是培养神觉者 那要成为神觉者 就是要在这个学校的考试上课课外活动 学校生活以上 这几个评选为得到经营同学分闭 然后三个学期结束后 只有五个以上的经学分闭 就可以成为下一任的神觉者的候补 明天的课程你可以把哨把借给我吗 我不小心把牛棒当成哨把带进来了 那么现在开始骑哨把的教学 向哨把灌输魔力发出起飞的命令 那么开始 飞啊飞啊 老弟我一定会学得地名之后继续 平稳的生活 拖打一下广告 一杯饮料就能帮圣地补屑 加入会员一个月只要30元 感谢支持圣地让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果然啊 扑扑微微有不得了的猜等生 混进来了啊 这个男的真是太狠了 居然要找马修PK 输的一方在这个学校要听从 胜利者的命令 马修也答应了 傻瓜嘛我和外来生不同 我在中等部时候就骑过哨把 看我怎么花式赢你 是昨天那个胡闹的家伙啊 他能骑得起来吗 那么各位预备 感觉刚刚发生了什么 啊啊世界新记录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可仔细的看到了 在开始的同时丢出哨把 然后骑在哨把上 咻 看你接受不了现实的样子 总感觉有点可怜 刚才的约定就算了吧 怪可怜的 抱歉抱歉 刚才失礼了 这位是我的朋友 为那家伙被金毛大化了 绝对被盯上了 还是别扯上关系比较好 比起那个我看了刚才的笔师 能请你当我的朋友吗 虾咪 我是老爱德坎贝尔 今后请你多执教了 在日语中老爱德跟野山玉读音相近 坎贝尔跟卷心菜读音相近 喂怎么输给他了 真的很没用啊 反正也找到有意思的玩具了 坎贝尔是跟我一样直升的学生 但为什么大家都很怕他啊 那是因为他是魔法局高官的儿子 违抗他们可是会被退学的 总感觉忘记了什么 只想让老爹也尝尝这个奶油泡芙啊 怎么会这样我的课本变得破破烂烂的 你昨天怎么来啊去干什么了 对不起我去做奶油泡芙了 话说回来你的目标是成为神觉者吧 我跟教导主任关系不错 稍微有一点门路呢 你要是肯听我的话 我也许可以把你推荐给教导主任 你太好了我听你的 你很有意思我也想帮帮你 但是无条件帮忙不奇怪吗 确实是 既然如此首先这些帮我一下吧 下一节可疑课本又烂了 分的课本能借我看一下吗 十分感谢 你刚刚我拒绝了吧 帮大忙啦 正好能跟你这样的好人成为朋友 吃烂课本也玩腻了 下次去把他衣服也给烧了吧 我拒绝 你做错事情了要好好磕头谢罪才行 分到底去哪了呢 错把他课本带回去了 你刚刚的声音是啥 你在干什么 再让他给我道歉呢 有点太得意忘形了 没事吧比起那个 把你叫科书是烂的人是我啊 我太害怕不敢违抗他 但是你却把我当做朋友 要是对我也能这么坦诚道歉就好了 我们要和教导主任一起吃饭你来吗 像这种下山烂别管他了 要道歉是你才对 你做了这种事的话不怕被退学吗 错样嘛 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从头到尾都看到了 我要将此次认定为暴力事件 就让老朽来交将你这存货吧 教导主任也被 好像是没办法沟通了 下意识就 一个人也是打两个人也是打 我可是随时都能让你们这样的学生 退学啊 别别别别你要干什么 买起来啊 我随时都能让你退学 我也随时都能把你给买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这 是因为我在宿舍的厨房做了奶油泡芙吗 是因为你有打金毛环把教导主任买起来 这次魔法局发来的要尽快让你退学的通知 老朽对这个世界存在方式抱有很大的疑问 像你这样能够为了什么牺牲自己的人太稀少了 正因如此老朽才想要将你这样的人培养神觉者 尽可能在学校的上课跟活动中取得好成绩 却尽可能多收集学分币 魔法局那边老朽会想办法的 我很看好你哦 独爱罗对抗赛用哨把进行竞技项目 尽管马修是一年急升却被选上参赛了 在这次独爱罗获胜队伍 将会获得营学分币 可是我骑不了哨把啊 马修要去参加使用哨把进行比赛了 但是 那家伙怎么回事 布林魔法石马修第三集结束 期待第四集 那今天先分享到这里 喜欢这部内容记得在下方点个赞 别忘记订阅3D并开启小铃铛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是3D我们下次见掰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